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354集 去医院里面看了 说是精神分裂症 需要一点点的痒 现在啊 我每个星期到医院去拿一趟药 它也比以前强多了 那头脑有时候还能清醒一些 不过 医生说 他好像是有被害妄想症 总是说我们兄弟两个要害他 我们打老远跑来给他看病 怎么可能会害他呀 分头男子 有些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这家伙倒是够能编的 这一编呢 即便女人一会儿说了什么漏话 这分头男子 也可以以这话为根据 给缘回去 哼 你也别想太多了 尽力了 无愧于心就好 张凡 也是顺着分头男子的话 继续往下说 对了 我听老人们说 一般有精神疾病的人 有可能是被血水一类的东西 给迷上了 你们找个大师给看看吗 哼 这个我也没有亲眼见过 我是从老人口中听到过几次 我们在村子里面的时候 也找过不少的大师 可是都没看好 这才来医院里面求医 啊 原来是这样 那 祝你和嫂子 早日把病给看好 谢谢了 两人说着 那分头男子 将锅中的饭菜 陆陆续续地 端在了屋里 张凡则是私下打量 而且 故意看了看那屋子里面 满脸委屈的女人 从这屋子里 张凡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看来 这屋子里面应当是 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现在 能找到线索的地方 也只有两个 一 是通过待会儿和两人的对话 另外 便是张凡 从村长口中听说 两人总是跑去 村子里面的坟地 如果今天两个人 也能去坟地 那就好了 就在张凡思索的时候 他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刘温海打过来的 喂 张先生 咱们今天还回吗 张凡听了 余光瞥了瞥分头男子 发现他正在看自己 说道 哦 不回了 你们早点歇 到时候我联系你们 好的 张先生 那我们在村长家里面等你 说吧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哦 兄弟啊 怎么了 分头男子 假装无意地询问 没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 出来做生意 他在平山市落了脚 我出来接货 他呀 问我晚上回不回去了 你的货 不是九点到吗 怎么就不回来 哎 说是九点 但是不一定准时 而且 还要卸车什么的 说不准要忙活到几点呢 分头男子听了 如有所思 忘了一眼张凡 看到分头男子的眼神 张凡眼珠一转 看对方的模样 今晚 好像还有什么事呢 张凡正在思索呢 寸头男子满脸笑容 踢着大包小包的 快步跑进了屋子里 而且 嘴上面 还挂着油花呢 哥 村头那老头做的烤鸡 可真好吃啊 村头男子满脸都是兴奋 张凡看了他一眼 微微笑道 哼 买酒了吗 买了 说着 他从包里面 提出三瓶白酒了 张凡高兴地走过去 结果白酒 轻轻拍了拍 村头男子的肩膀 走 咱们喝点 村头男子 也是重重点头 而村头男子的眉头 则是皱得更深了 张凡和村头男子 搂着脖子 走进了房间里 村头男子 把买的烧鸡猪耳朵 肉肠 各式各样的东西 在桌上摆好 而后 又拿出三个杯子来 放在桌上 正要倒酒呢 村头男子 却面露不悦地说道 老二啊 吃点肉就好了 别喝酒了 哥 咱都憋屈了多少天了 喝点就喝点 你放心 我不会喝多的 村头男子满脸都是祈求 剪的这副模样 分头男子 也是有些不忍 的确 来这里半年了 他们很少吃肉 几乎没有喝过酒 行吧 喝点就喝点 不过 可千万别喝多了呀 放心吧 哥 村头男子满脸兴奋 而后 给三个杯子买上酒 倒好了 村头男子 率先把一杯酒 递在了张帆的面前 兄弟 今年多谢了 没有你呀 恐怕我们这饭 也没这么丰盛 更加不用说是酒了 不用这么客气 来 咱们喝一喝 张帆显得颇为爽快 村头男子端起酒杯 跟张帆碰了一下 就喜欢和爽快人打交道 张帆笑了笑 把三两玻璃杯中的酒 一口给干掉 而那只喝了一口酒的村头男子 见张帆把酒给干了 先是一震 而后 也把杯中酒 一饮而尽 看到两人这喝酒的模样 刚刚去外面拿凳子 正好进屋的村头男子 立刻就变得不高兴了 老二 你这怎么喝酒呢 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少喝点吗 哥 我这就喝了一杯 才三两酒而已 我平时喝六两都没事的 你放心好了 喝不多 其实啊 喝多了也没什么事 你们吃完晚饭便睡觉了 不像我 还得卸货呢 我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呀 我们晚上也有事 村头男子 下意识地回应 听到这话 张帆眼神一宁 紧跟着 满脸不解地问道 这大晚上的有什么事啊 这时 坟头男子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狠狠地瞪了村头男子一眼 不说了不说了 咱们喝酒 村头男子 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 坟头男子 对张帆打了个圆场 对 喝酒喝酒 张帆也迅速接过话了 一副 对他们晚上要做什么 根本不感兴趣的模样 这时候 坟头男子 也拿着凳子坐了下来 吃起饭了 哥 给你 你也喝点 你也好久没喝酒了 这杯酒对于你来说 也没什么事 村头男子 把酒杯 端在了 坟头男子的面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